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苏田诊所 精神科医师陈家居医师 这个饮食上面 他的一些社会经验跟心理影响 怎么样影响到他的这个饮食呢 饮食第一个要对味 对味 假如我们的饮食条件 或者是饮食的心情不好 没心情吃的话 你即使再好的东西 他都吃不下去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话 饮食周边的条件 跟什么人一起吃 或者是怎么样吃得开开心心 跟人家共享 这些都很重要 所以其实最重要一开始 其实就是这个家庭环境 怎么样教小孩子 就是正确的饮食的均衡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 好的饮食环境跟气氛 没错 那带小孩子饮食的话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 假如从一开始的话 没搞好的话 天天都在饮食上面 也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 就是这个饮食障碍 或者是不正确的饮食 或者是不正确的饮食 其实我们往回推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 饮食的饮食 没错 无风不起让的 那我们假如从这个结构上面去分析 起来的话 它都是一个慢性 长期不良的一个饮食习惯的经验 那这一点的话 假如不在心理上面处理的话 有时候它吃来吃去反反复复 都还会再来的 还会再来的 谢谢 谢谢 谢谢